我的戰役繞著寶島飛 繞著寶島飛 中國東部戰區 釋出全新MV 繞著寶島飛 影片中出現多個台灣片段 搭配戰機俯瞰台海 企圖對台灣軟硬兼施 即使在溫馨 但共軍的備戰仍不停歇 近期美國智庫CSIS 就針對2026年的 台海戰役來兵推 結果顯示 中國慘敗折損大量人力跟裝備 至於台灣也沒好到哪裡去 同樣損失慘重 智庫就建議台灣得在戰前 先儲備彈藥 而且盡可能採購便宜的武器 保護自己 他特別強調他不是要暗示說戰爭一定會發生 因為他認為說其實戰爭的成本非常高 那所以他認為解放軍其實可能也不會以這個選擇走上戰爭這一圖 他可能認為說海空省事完之後 老共可能就有點這個對於這個兩棲登陸呢 就會就會有點有點顧慮 所以這個陸上的這個 所以我覺得其實對我們來說陸軍的發展 一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縱使兵推顯示中國會戰敗 也不代表中國的非理性思考不會發動戰爭 不論結果如何 國軍繼續保持備戰 但若開戰的話 北部中枢也是共軍鎖定的目標 近期就有立委呼籲 為了強化大台北地區空防 應該要重啟桃園空軍基地 讓戰機可以進駐桃園保衛首都 很多國家他其實這個國際機場本身都保留一些軍用的設施 如果說我們真的這個區域 你必須這個考慮到這個桃機的發展 跟桃園航空城的發展的話 那至少你應該要讓這個桃園這個國際機場 他未來建這個第三流跑道的時候 在那個地區保留一些這個軍事設施 台海局勢區緊張平站轉換需求越來越高 台灣的戰備保持最大彈性 引引任何可能的危機 華語新聞林柏翰李鼎強 台北採訪報導 震驚發展